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现在比较红一点的国风美少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最近这个选秀节目便因为一些问题 在网络上掀起了一波热议 一般来说坐在评委席最中间的都是资历比较高的 但是这个节目却让居静一坐在了中间 好吧,它现在算是挺红的,这也说得过去吧 然而在节目开始以后 旁边的张云梅和霍尊都是站着或者是半尊者 这是为了能让居静一能够听见他们说话 一般来说,面对长辈或更年长的人在你面前鞠躬说话时 会立刻站起来让座或者站在一起说 坐在中间让年年大的人站起来玩下要说话 这似乎很奇怪 如果你自己不方便,那身体前进一点也算是一种礼貌 但像居静一向后靠在椅子上似乎很奇怪 一些网友表示,每次看到他们鞠躬的照片 就好像是在侍奉一位公主似的 在节目播出过程中我们了解到 张云雷和霍尊都是受过伤的 两个人都是在脚上受伤 不过一个是左脚一个是右脚 两个人为此还开玩笑 所以居静一也应该知道二位的状况 尤其是张云雷脚上有钉子 这个节目提倡的是民族风格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尊实重道 千功有礼更是非常重要的 但这个节目却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也难怪会有网友表示 作秀做得太假了 对此猪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收藏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